這個字逐步寫得還蠻長的 下面約寫扁 橫話靠近靠近 長橫有弧度 撇輕一點拉開 納重一點拉開 折回來 再一次折回來 點 這次是左邊的點最大 帶起來 中間 再來右邊 人撇 這次的數畫比較短 短是因為 右邊拉得特別長的關係 然後撇又是短的 因為主要是這邊擋住了 納到是可以寫胖一點長一點 因為右邊沒有筆畫 它的撇通常都撇得比較平 先向右再向左 先向右再向左 點 這個點綴突出來 然後再縮進去 往上 然後橫畫細 向中間集中 齊筆一樣向中間集中 寫的都比較重 這兩個點畫比較輕 然後這個就是主筆畫 拉得特別的長 兩個輕的筆畫 一個長的輕的筆畫 然後細到粗 欸 有勾 點 有勾 點 沒有勾 點都很大 好 鼓起來 拉開 有弧度 有粗細 然後撇都很輕 啊 說話細到粗 點向左邊 帶起來 這個點就向右邊拉動就好了 點還是很重 左邊伸長 右邊縮短 向中間靠 左邊伸長 右邊縮短 向中間靠 好 講筆畫很多 那就稍微細一點 那細 間隔差不多 長短不太一樣 術畫 略為向中間集中 齊筆略為向中間集中 然後下面是細的 橫畫細 直畫出 細 粗 拉長 勾起來 然後這一次是 兩個筆畫都穿出去的 伸長 穿出去 穿出去 壓下來 術畫短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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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納重 納重而且長 稍微靠一下中間 張開折 往下走 勾起來 術畫 拉開 術畫要有長 有短 通常第一個是短的 第二個會比較長